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所以啦各位 其实今天的盘就是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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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为国亲在节目上 我再给你讲一个重点 我说各位 每一天的盘 每一天都讲 每一天的盘要涨要跌 不是国际股市的涨率跌 不是消息面怎么样 而是今天会 说真的啦 为什么今天台子期基本上根本就是一个平盘上下 就这么晃晃晃晃了一整天 对 为什么今天几乎可以说算是一个霞幅震荡吧 为什么今天 对不对 搞来搞去是个平盘附近的霞幅震荡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大伙在做什么动作 基本上在做小空啊 对啊 在做小空啊 好啦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看到昨天晚上美股大涨 今天一看 台股一开上去 哇 用力做多 你开盘就去做多的话 你就是我讲过 你是多单一路套嘛 套到收盘为止 就是这样子 来 老婆 我们先看下面吧 看到了 答案出来了 哇 今天 为什么今天奇怪 为什么今天台子期不涨呢 因为今天从开盘到收盘 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看到了没有 哎呀 今天大户根本就是往空的方向操作 只是说 各位 今天还好在哪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 因为你看到昨天晚上的美股大涨 你今天跑去做多的话 还好 各位 今天大户虽然说做空 可是今天做空的力道基本上都在哪里 都只有来到有没有 区间的范围之内 没有这样出去 否则不然如果你今天跑去做多单的话 你不要今天一排 要赔掉五六十点 就是因为今天大户有做空 但是今天做空的力道 顶多就是来到区间线的这个地方 它也没有再一直给你空出去 所以造成今天这盘 整个盘就是个很标准的 涨不上去 但是来回震荡这样子的盘 看懂了吗 所以各位 今天大户根本是往小空的方向操作 所以这东西 要不要我再重复一直给你讲的观念 我说各位 做期货 做期货 千万不要 只会去看什么国际股市的涨跌 什么外资怎样 什么消息面怎样 今天各位 今天又是标准的印证给你看 对不对 各位我就一再讲 我说各位 很多投资人每一天 其实过去来你们一直有一个迷思 各位你一直有个迷思 就是国际股市怎样 对不对 外资怎样 我现在讲这种问题 而且各位说真的 每天 我说真的 你看很多的财经节目 也不是只有看大升先机 你不然看很多财经节目 我说我几乎所有的人 开口必须跟你分析盘市的话 对不对 动不动就国际股市怎样 动不动就消息面怎样 那么就外资怎样 但是各位 我一直在讲 我说各位 这些东西凡是你看得到的 你听得到的 人家控盘手 人家大货通通都知道 所以各位 问题是 我在讲 对股市 你也知道吗 各位股市是一个反市场操作的地方 是一个二八法则的地方 那如果说每一天 你只去看那些什么国际股市 什么呢 那各位 那你不会就跟其他散货一模一样 对不对 永远就是被大货玩弄在股掌之中 但是各位 问题我就问你 各位 今天如果说你是大货 你是空盘手的话 今天这个盘 要涨要跌 你会 你会按照散货的方向去做吗 譬如说今天 昨天美股大涨 今天如果散货都预许说今天要大涨的话 你真的就开口走货一路拉上去吗 你是天天在替散货抬轿子吗 不可能的事情吧 而且就是因为昨天美股大涨 当今天散货 普遍认为今天台股有机会涨的时候 你就反过来做 那各位 这不就是反市场操作吗 所以各位 我再讲给你定理一次 你想成为股市的赢家 那各位 你就必须要跳脱散货的思维 你必须每一天每一天 跟着大货的脚步 跟着大货的方向来操作 像今天对不对 既然今天 大货根本从头到尾 是在往小空的方向操作 那各位 那你就不要 一想起愿想到昨天美股大涨 跑去做多了 所以各位 我问你 维国金的大涨多空的指标 是不是比什么国际股市的涨跌 比什么消息面 比外资来讲 是不是各位 更准确 更重要 更能够每一天 让你把盘子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各位 每天维国金 我哭口不哭在讲这些东西 各位 我希望你真的听得进去 如果你到 如果你从明天开始 你还是一天到晚在想 什么国际股市 什么外资 想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你继续当你的散户好了 你听得懂吗 好 那各位 那这就来了 那既然今天这个盘 第一个 对 我管你国际股市 有没有大胆 但是今天 控盘手根本是往 往小空的方向操作 但是各位 终于我刚才讲过 因为今天整个的力道 是个区间力道 对不对 那各位问你 既然今天是区间力道 今天是个区间盘的话 那我请问你 区间盘做当中 你最需要知道什么东西 到底点 对 各位 我说你那主持人实在太厉害了 对啊 一句话把我今天讲的东西 对 既然是区间盘 你就必须提早知道 今天的高低点 这也是我在节目上 一直跟你提醒 老师各位 很多投资人 对 尤其各位做到期货 都认为说 哎呀 做区间盘是最难操作的 我恐怕你也是这样子想 为什么你会认为 做区间盘难做 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 区间盘的特性就是 高低点有限 第二个 在里面 来来回来来回 那各位 在这种来回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是这样 人性是怎么样 你看到盘中 盘开始往上涨 你就想去做个多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各位 如果说今天是个大货 用力做多的话 它是一路往上拉 你做多 当然你往上面去 有很大的空间给你转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这盘 根本有没有 很快就顶到压力线 就算盘到你去做个多 结果呢 已经很贴近压力线的话 你做完多 但就掉下去 这是过去以来 你为什么赔钱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遇到区间盘 就扒来扒去 就是因为 你不知道每一天的高低点 所以各位 你做多 做空的位置 很不理想 对不对 譬如说 你做个多单 你做的位置 已经很贴近 那个压力线的话 你不被扒财有鬼 是不是 是啊各位 那好了 那中间来 那既然监签 从大货料一看 今天是个区间力道 那对啊 那各位 那今天代表 今天是个区间盘 区间盘 中间来了 那今天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你想不晓得 各位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来 我再给你看两只口讯 我跟各位讲 各位 我非要让你清楚的知道 各位 什么叫做期货 真正专业 真正高手级的操作 来 今天是区间盘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你看 今天在8点50分的时候 维国圈 我在提醒会员什么东西 强势预判 今天的压力在哪里 最上面 在8336 各位 8336 今天期货最高点多少 来 导播咱们照一下 乒乓几个 这里 今天最高点多少 8331 8331 贵 虽然说没有点到866 但是有没有来到10点之内 我讲都是贵 强势预判 那个支撑压力线 只要来到那个点位的10点之内 都是几乎当天 就是算的最高最低档 对 就在那个地方 那今天压力一算算8336 最后来到8331 我跟你讲 不要说8331 只要8327 对 以上 就代表已经进入精神的高档区了 那各位 够简单 够精确吧 但是我问你各位 今天在8点50分的时候 各位 你晓不晓得 今天这盘子上档 会在8336附近 各位 如果说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对不对 问题是你跟的那些人 那些每天在电子上 说的天花乱坠的那些人 他们 他们有些微国庆 在今天8点50分 发过信给你 告诉你说 今天压力看这个地方 还是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对 如果你的软体也算不出来 你跟那些人 对不对 也没有办法像微国庆一样 每一天一开盘 赶快告诉你说 今天的高低档 在什么地方的话 那各位 每一天你就乱乱做 尤其遇到这种区间盘 对不对 什么叫做扒来扒去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扒来扒去 各位 散户才叫做扒来扒去 问题是今天 你有微国庆的强势预判 各位 没有什么扒来扒去 反而就被 你很清楚知道说 我今天高低点 坐在什么地方 高手机的操作 第一个在这里 今天最高点8331 但是还没完 那往下去呢 往下去呢 当这个盘 对对 各位你要知道 昨天美国是大涨 但今天 我就讲过 如果今天开盘 你不知道压力在8336的话 难怪很多人 一开盘就跑去做多单 哇 抢得很高兴 这盘好像要上去了 做多还做得很高兴 等你端端 撒下去 啊完呢 这边对不对 低点破前低 那怎么办 你就心理七上八下 你紧张把你多单认赔掉 不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今天一大堆的人 开盘跑去做多单 我跟你讲 今天凡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跑去 盘上去做多单的 各位 就表示各位 你缺乏维国欣的大货多 你缺乏维国欣的强势预判这个指标 马上对不对 8点50分 维国欣的会员一看 压力8336 那你怎么会 你怎么可能会跑去开盘 去做多单 你看美股大涨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好 那往回杀之后呢 往回杀之后呢 那各位 那今天这种盘 对不对 真正哪里可以给你做多 这才是关键吧 今天盘 虽然说来回振大很窄 但是各位 重点是如果你今天 你做多的位置 你真的做得够漂亮 什么叫够漂亮 你在8280以下做多单的 那你今天 你也是算是几乎 台股做得最漂亮的人的 不是吗 好 那各位 可以做在最低点 对 但是重点来了 好 今天最低点多少 就是8271 来 我们再照一下 今天最低点 8271 今天上下才几点 8271 好 那各位 给你再看一个口讯 这是在9点24分的时候 我已经在提醒会员 你自己看 那今天这个盘 既然是个区间的话 那下面会在哪里 各位 强势一半往下看 有两个支撑 一个叫做8282 一个叫做8275 在这7点之内 都是今天的低档区 今天最低点多少 8271 往下穿了4点 各位 9点24分 就今天最低点 什么时候才来 到了10点钟时候才来 我刚才提早了 半个多钟头 再提醒会员 今天下面 对不对 8282 看到8275区 就在这7点之内 或者是今天的低档区 那各位 又来了 那你呢 会啊 对啊 那你呢 你在9点24分的时候 我在讲一次 今天低档是10点钟时候来的 问题是各位 你在9点半附近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低档在哪里吗 你跟那些人 有像韦国庆一样 告诉你说今天低档在哪里吗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我说各位 做企业每天 自身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每一天做企业 对不对 我说过嘛 全世界 各位不要说台湾 不要说你了 各位 全世界所有投资人 每天在股市里面 最想知道是什么事情 现在大潜在高低点 那不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对啊 问题是你知道吗 你不透过强势预判 你怎么算得出来 你怎么会知道 来 给你看一看 为什么今天开办就知道 对不对 右边上面 可以看到吗 各位其实啊 各位其实啊 也不是今天才有 昨天收盘就有了 昨天我就跟你讲过 对不对 我说各位啊 强势预判往上去 对不对 有两个压力嘛 那各位你自己看 最上面那个在什么地方 那各位不就8336吗 就在8336这个地方 所以当今天开了盘以后 你自己看 对不对 开了盘以后 整个的压力 通通压在8336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而已啊 所以盘 弹到8331 就没有上去 就跟你往下杀 那往下杀 你看对各位啊 杀子 往下杀的过程当中 还没来之前 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 哪里 8275啊 就8275啊 所以各位看 今天整个的高低点 上面8336 下面8275 各位早早都算出来了 所以今天整个的区间 就这个样子啊 那各位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如果现在强 真的叫全场 独业无二强 强的指标 我告诉你 上面在哪里 8336 下面在哪里 8275 今天一整天就在这个里面 而且 好各位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观念来了 我说各位啊 遇到这种区间盘 该怎么操作 来到资深做一趟多 来到压力做一趟空 对 反正先来哪一边 就先做哪一边 先来到压力先空 到资深做再 对各位 反正就是一天 就是这样两趟 来到资深一趟多 然后压力做一趟空 一天两趟 我说各位 你赚的比谁都多 不是吗 好 那今天二话不说 对不对 今天一上去 我说各位 不要说8336 说10点之内 对不对 你在8327以上 8326以上 你都可以去做 那今天最高点 在8331 往下去也是这样 对不对 既然支撑在8275 我说过 你在85往下 10点之内 你都可以做了 不用等8275了 那各位 你今天这样一趟空 一趟多 算一算超过60点以上 哪里难做 我问你 哪里又难做 那各位 我相信各位 遇到这种区间盘 各位 这种分析 这种讲法 我也不是今天 在题目上第一次讲 对不对 我几乎天天 这个盘 公开拍一天 过去这四天以来 已经盘了三天了 对不对 对呀 那各位 我把强势一拍 我稍微时间 再拉长一点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你自己看 过去这四天以来 除了昨天 开盘大涨 开盘大涨 后来大杀柜 这四天以来 除了昨天 震荡幅度很大之外 今天也罢 对不对 甚至上 有没有 上个礼拜 也是一样 礼拜五 礼拜四 不就两天 都跟你在那边横盘吗 一样 对不对 下档支撑在什么地方 上档压力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子而已 而且关键 你自己看 为什么这四天以来 都在走横盘 看到没有 上个礼拜四礼拜 大户是在往多的方向坐 可是你看 那个多的力道 对不对 就是来到白色 那个区间线 都没有出去 只有昨天开盘 为什么一通 可以冲一百多点 只有那一段时间 大户那个 做多的力道 确实很强 对不对 都在那个白色区间 远远在白色线 那个区间的位置之上 所以一通 冲了一百多点上去 到了今天 往空的方向坐 但是对不对 一样嘛 都在白色线 又给你走个横盘 这样再走而已 所以各位 也许这几天以来 市场上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 这几天期货 好像觉得有点难做 对不对 我说各位 那我说那是因为区间的关系 但是我再跟你讲一次 区间盘最好做 问题是 只要你 对不对 你能够率先每一天 你都能够提早知道说 今天的高点 8点50分 对不对 维国企通知会员 高点看什么地方 嗯 9点24分 告诉会员 去注意这个低点 在什么地方 我说各位 早都知道 问题是 连这种策的 这种符合 对维国企 全市场上都 独步算出来 这种东西的时候 而如果你不来用的话 怎么天天 那边干一说 什么盘难做 何必呢 不是各位 你的软体 算不出来 每天高低点的话 你当时你就觉得 很难做 不是吗 好了 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 好了那各位 那除了这些之外 对不对 你要跟他进入做 也可以呀 建开盘之后 嗯 因为一整天的时间 基本上 对不对 我刚才讲 大户在往空的方向做 所以一开盘的时候 8318翻个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你赶快做 各位这一趟空下 已经空了三十几点下去了 各位今天说真的 这一趟也差不多 几乎把今天能有的空间 也差不多都涵盖住了 好重点是各位 后来在8285翻个多 你说老师 可是大户做空 两者不同向 但是各位 不好意思 我说过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知道 置身在8275这个地方 各位我问你 既然支撑 把它重新放大一下 既然支撑在8275 对不对 那各位 既然支撑 都知道说在8275这个地方 那我请问你 那8285翻个多 可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啊 对不对 我们整个画面一起看 那各位对不对 8285翻个多 虽然大户到时候没做多 但是我说各位 尤其你是个比较 积极型投资人的话 做得多以后 只要这个地方 支撑没有跌破掉的话 那可不可以 报多单 那就可以嘛 所以我们都 多给你弹上去啊 各位今天一趟来回 这样之外 超过50点以上 那这样不好吗 嗯 所以我们你遇到这种盘 要变成 所谓的扒来扒去 好太多了吧 是啊各位啊 所以对不对 我是各位啊 各位做期货啊 我说真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叫做盘好做 没有什么叫做盘难做 各位 只有你有没有最好的指标 最好的方法 能够帮助你每一天 把这个盘看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我们再看到右边那个地方 各位 我再讲一次各位啊 什么样的指标 各位什么样的指标 对不对 上下一起看 各位 什么样的指标 什么的方法 对不对 每一天可以这样子 帮助你把每一天的盘 是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每一天到底 大会在做些什么动作 对不对 这东西其实啊 各位 尤其假如你是刚看这个节目的话 那各位啊 那我再给你提醒一次 对不对 其实一直在讲 其我操作有一个最标准的 叫做SOP的操作程序 每一天看三样东西 第一个 对不对 今天大会在做哪一边 刚刚讲过了 昨天我说美股是大涨 对不对 可是刚才给你看到了 今天大会在做哪一边 小空 对 在做小空 第一个是做空 但是因为它的力道 是在那个区间里面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一个 做空的一个区间盘 所以今天盘会晃来晃去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好 再来 这个我先跳过去 再来看看 透过强势预判 马上都知道 今天高低点在8336附近 低点在8275附近 各位 都是提前就知道 那各位 我请问你 做期货 我讲对不对 不外乎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今天盘会涨会跌 对不对 那会涨会跌看什么东西 就是看大户坐哪一边呢 那透过 大户多分量指标 东西对不对 独一而二 你看这个东西 再来第二 对不对 讲过了嘛 每一天大盘的高低点 会在哪里出来 每一天 你能把这两个东西 抓得好的话 我请问你 盘有什么难做的 期货有什么难做的 就是怕你不知道 每天的高低点 对不对 你做多单 做的空单 乱七八糟 到处乱坐一通 你当然扒来扒去 你做多 很贴近压力线 你跑去做个多 你不被扒才奇怪 反过来对不对 你放个空 你放到地板上 你还去放个空 被人家扒上去 那不就扒来扒去吗 但是问题是 每一天 对不对 你通过游戏的强势预判 早都知道 高低点才能够 你刚好是反过来 拿到低点 低档区做个多 拿到高档区放个空 一天两趟 我请问你 还要比这个更简单 更好做的 不过你去比比看 去比比看 好了 所以各位 今天盘对不对 真的不难做 好 但是各位重点是 你说今天的盘 盘仔 但是各位 一样对不对 跟着当中箭头 来回这样 尤其遇到这种 区间盘 来回这样做操作 一天四五十点 也不差 但是各位 但问题是像 你记得像不像昨天 昨天波动好大好大 对不对 那各位 昨天的盘 尤其是开盘的时候 因为大伙在用力做多 那力道很强 所以各位 昨天开盘以后 开盘以后 8304翻多 大伙做多 力道很大 一冲先冲了 快100点上去 后来8387翻个空 后来之后大伙在做空 倒杀100点下去 那各位 昨天一趟多 一趟空 将近快要200点 尤其各位说对 当盘是波动 大的时候 各位 你要好的要抓住 各位 做期货 对 不管这个盘是 波动大也好 不管是波动大也好 波动小也好 对不对 靠的一切 就是靠方法 来抓这些点位而已 甚至各位 你记不记得 本来 那个上个礼拜 开盘那一天 对不对 当天是波段 这是波段的 波段的 本来从这个 7968不是翻多 就到了昨天 昨天波段 不在8388翻个空吗 对不对 昨天节目上 我都给你讲 节目有看的话 都给你讲过了 那到了今天一样 因为今天盘 继续往下盘 所以各位 基本上波段的 空单在这个地方 还继续保持着 那各位 随便这样 对不对 就跟着箭头 跟着大户 方向这样做 各位 来来回已经快600点 也不过就是 从封关前到开盘 到今天就这样子 我请问你 哪里难做 各位 当中也好 波段要 就这样操作而已 再讲的各位 靠的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自己好多 你比较比较看 你的方法是怎么样 而微博信的 对不对 的会员是用什么 方法在做 各位 高低差多少 你好好再想一想吧 好了 那这样正当之后 明天观点 明天观点 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还在说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永存国际投资认信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资 诚信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资 马祖加德 乐游大台中 跟大甲妈一起绕境进香 看传统艺术表演 搭文化专车 游览马祖庙 用画笔彩绘 文字说故事 踏台湾镇头文化 开拓文创视野 2016台中马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365天 大甲小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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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后手拍 MSD认识我 好 Let my suitcase Leave me like 来 来 来 Time to step it up You should you should step it up 来 泳泉国际投资 泳泉国际投资 成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25428999 欢迎来到大人现机 今天期先货同步都是小掌作收的 不过今天目前期货呈现盘整格局 明天之后呢 关键点位在哪里 有该如何操作 我是法宣言的 吴老师 好 各位 其实做起来太简单了 明天的盘一样 各位 这一波从上个礼拜 开后半以后 基本上前面上个礼拜 为什么可以一路涨上去 因为一方面大会 再拼命再做多 而且上去 这个地方一直看到 都是波段的支撑线 一直在一直在往上 把这个盘再往上推 好 各位 问题是 上个礼拜涨完之后 毕竟短线涨多了 所以短线这个地方 开始 到这边来 开始来回做震荡 好 各位 重点来很简单 所以明天的盘也是一样 既然这个盘短线走入一个 缺间震荡的盘 各位 明天的关键 明天的关键就是说 这个盘能不能够 突破这个压力线 继续往上走 这个盘只要在明天 能够继续上去的话 好 那这个盘 那有机会的话 继续往上推 各位 明天的关键点位在这个地方 上面关键在下面 这两个地方就是你 今天最好先预先知道 到底明天 两个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这里跟这里 你最好能够今天 先预先知道 那除了早都已经知道 明天大概 在这两个关键点位之外的话 其实今天盘 虽然说大盘本身是在盘 但是很多的个股 还在继续往上冲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但重点注意 新向短线 经过大涨之后的话 今天开始收入一根上引线 所以各位 代表说这个股票 因为短线毕竟涨太多了 所以这两个量的话 有进入短线震荡的 这个几率是比较大了 但是各位 重点是 不论这盘 要怎么转 这一波 从十月玉海贵到今天 一涨涨220% 各位 箭头翻多 大货做多是个很关键的地方 好 但是问题是说 老师 这个股票涨太多了 那有没有什么股票 在涨的过程当中 有啊 各位有个叫做旺锡的 这个今天 拉一根涨停板 那各位回头看 在1月29号 旺锡一样 在现金系统 54块钱出现波段买性 各位到今天 光这波涨到33%了 所以各位 这个东西今天涨停板 而且几乎准备要挑战前高 所以各位 这股票来讲的话 后市的发展性都还蛮大的 因为时间关系 它的基本面 我没有谁给你念这个 有兴趣的话你自己来看一看 那你觉得对 各位你看任何一档股票 我这样的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 什么地方是波段该卖出的位置 什么地方重新该买回来 各位看我这样的各位 就很标准的走势 对 很标准的这种走势 他前波在卖的时候 大户的卖牙就很不错 对对 在卖的时候大户的卖牙就出来 这种股票 大户开始如果买进的话 很快就涨给你看 甚至对人说 老师 可是这种股票都涨了一段 有没有什么股票是刚涨 以后有一档今天刚涨 到不来 我们进入照这边就好 对 这是今天今天 刚刚翻出第一次波段买讯的股票 对啊各位 要不要把握这个好机会 我希望你把握这个好机会 好 所以各位 这种股票的话 希望你能跟上脚步 好了各位 那除了这种股票是什么股票 我相信你有兴趣 知道的话你可以来问之外 那各位啊 明天大部分的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以及这个股票 到底什么股票出现新的买讯 你想知道的话 趕快一通电话进来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台股呈现开低走高格局 七仙货后来中场 都是呈现小涨坐收的 那么究竟明天之后呢 七仙货的行情要入位看待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锁定大声先进 今天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